圣约领修 今日读经 马可福音八到十章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作者苏炳僧长老 法利塞人处于刚硬 主动求神祭 耶稣断然拒绝 耶稣处于怜悯 主动赐神祭 在旷野两次赐饼 门徒却仍然不明白 耶稣说他们心里还是愉患 经历神祭跟信神完全是两码事 经历了神祭却没信 常常更糟糕 因为这增强人对世俗的痴迷和贪爱 神成了满足此事好处的大能帮手 哀莫大于心思 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心灵的盲目 在于属灵的死亡 耶稣治好了一个盲人 彼得也被打开了心灵之眼 彼得像坐过山车一样的 经历上帝的三重启示 他是救主 他是受苦的仆人 他本有的荣耀 第一个由彼得亲口说出 第二个要带日后经历 第三个经得他简直不知所措 见了神迹不一定相信 见了行神迹的那位神呢 我们指望彼得从此不再一样 就像很多人对基督徒说 你把神指给我看 我就信 可是彼得看也看见了 后来还要三次不认住 可见信心并不等于所见 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心是极宝贵 极超越的礼物 是心灵的复苏 是灵性的死里复活 恩典的奇异在于 我们今天虽没有亲眼见过神 却可以因信他 有说不出的喜乐 就是在患难中 也能欢欢喜喜的 彼得要成长的 门徒要学的 就是信心的功课 信心并非主观地相信 自己很有信心 而是客观地相信 上帝的能力和美善 门徒为一位父亲的儿子赶鬼 但他们那时的信心 甚至比这位父亲还不如 神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他就流泪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他知道 信心并非给自己古尽加油 他老老实实承认信心的来源 和对象是神自己 这就有一个奇怪的悖论 信心的前提 恰恰是承认自己的软弱 就是巴克在一本书中精彩表达的 基督徒永远的软弱之道 祷告则是彰显 我们这种本体性软弱的胜利 信心并不是直接的意气风发 并不是彰显自己 随时葬为己有的刚强和能力 青年财主 掌显了他惊人的富有 他信誓旦旦 不但有财 更貌似有极好的德 从小遵守律法 耶稣用他的财 供他的德 一下子 戳破了他那极其自满之言 在世上 只要有一样眷恋不下的 良心 能逃过第一条诫命的指责吗 骆驼穿过针眼 比财主 有权势的人 有知识的人 进天堂还容易 这样谁能得救呢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从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到在神 凡事都能 再一次解释了信心的实质 是相信神的能力和美善 信心就是相信那不可能的可能 正是对我们自己随时的不信任 我们的信心 才在每一瞬间 显得真实可靠 才让我们随时 向那位永恒者呼求 才在呼求中紧紧相连 信心就是相信神的美善和能力 带领我们 经过尘世的磨难与逼迫时 一路上 依然可以看见 他的美善和能力 主啊 你三次宣告 为我们受难 你也确实 为我们的悖逆 受难戴心 我们纵然像彼得那样 一日三次跌倒 我们也要因信战利 因信得身的人 谁能控告你呢 主啊 赐我们信德 叫我们看见自己 无德无能 却仍是有依有靠 叫我们看见自己 贫穷软弱 却很能富足刚强 叫我们看见自己 什么都没有 却样样都有 愿一切真实的能力 美善 富足 荣耀 都从你而来 涌流于教会 彰显于世人 归荣耀于你 阿们